夜里的动物园传来奇怪的声响 饲养员赶紧出来查看 一条巨大的黑蟒正在吞噬大象 吓得他把腿就跑 第二天他来到警局报案 警察觉得他脑子有问题 直接送去了精神病院 没想到黑蛇也跟了过来 他是为了被关在一旁的龙珠转世 原来那天沃斯珍在电视上看到德帅的报道 也看见了那块灵片 预感不妙地他跑回去 在墙壁上贴满了符号 来探望他的闺蜜很势不紧 沃斯珍虽说不出的所以然 他觉得这样才能保护自己 但这么做并没有给他带来好 不仅开车的时候遇到灵异事件 去报警还被抓去精神病院关了起来 闺蜜来探望他却被拒绝 只能和男友来到他家为他收拾东西 就在他俩想趁机寒暄一下的时候 外面传来巨大的震动 跑出来一看 一条巨大的蟒蛇正在喝水 二人正想跑路却被黑武士拦下来 好闺蜜也命丧舌口 第二天赶来报道新闻的德帅 一看到惨死的闺蜜就知道是黑蛇干的好事 赶紧回去和小黑一起查询房屋主人是谁 终于查到了沃斯珍 德帅明白他就是龙珠转世 打电话询问后得知他在精神病院 马上来到医院寻找 可前台的胖妹却以各种理由赌完 无奈只得另想办法 途中他遇到一个自称粉丝的奇怪医生 带着他去往沃斯珍的病房 德帅刚想和眼前的女孩说明一切 外面跟随而来的大蛇发起攻击 沃斯珍和德帅在医生的指引下跑路 原来是师父在背后默默打辅助 在停车场的小黑带俩人跑路 屁股后面的黑蛇紧追不舍 慌不择路的几人 还撞倒了一个横穿马路的行员 原来是黑蛇手下的黑武士 正欲发难的武士被另一辆车再次撞倒 随后他们上了陌生人的车逃跑了 不出意外这个人也是师父变的 来到海滩的二人互诉中长 还没认识多久的两人 居然发展出超越陌生人的友谊 随后他们来到朋友催眠世家 让沃斯珍彻底想起了前世惊声 这直接就让黑蛇感应到 德帅拉着他就跑 途中德帅给小黑打电话 相约在餐馆见面 不一会儿三人再次团聚 外面的黑蛇也追了过来 德帅带着沃斯珍跑路 黑蛇看到逃跑的二人 直接弃了原地磕头 这边的黑蛇兢兢业业追龙珠 而他的小弟还在一旁开着动员大会 最终还是派出飞龙协助黑时空 慌不择路的二人爬上大楼 没想到这蛇靠着体型优势也爬了上去 直接堵死他俩 幸好姗姗来迟的军队救了他俩一命 特工带着被解救的二人来到仓库 却是要杀了沃斯珍 原来特工早就知道龙珠的事 为了平息灾难只能杀了他 还好背后的二五宰救了他们 我一度以为这个特工也是师父变的 这次逃跑的二人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被飞龙喷出的火焰直接炸翻 当场带来的正着